好 我们再看底下一篇 科著第四回学习班 在师父上人慈悲智慧指导之下 海会云集 法源殊胜 诸位尊敬法师大德所提学习心得报告 四海广大尽宗学人 无不得到殊胜法义 学习班犹如卓士之莲池海会 师父上人 待弥陀主持此圣会 亦如法华会上佛陀于一切法 以智方便而演说之 其所说法 皆惜道于一切智地 我等众弟子 犹如惠墓丛林药草 聚蒙法语滋润 济闻法语 离诸障碍 现世安稳 求生净土 阿难问世佛及胸经允 佛复告阿难 佛无二言 佛事难直 经法难闻 辱素有福 经得世佛 当念报恩 班宣法教 世宪人民 为座福田 信者得职 厚生无忧 阿难受教 奉行普文 善师良师 难遭难遇 学习班是大福田 我们全体静宗学人 应擅自护持珍惜学习班 难得因缘 智者大德应踊跃投稿 见闻者坐影响众 庄严道场 大众请佛注释 则何如信甚 隆天欢喜 诸佛欢喜 惭愧弟子近二月忙于筹备 祭祖大典习灾法会 传统文化论坛 为课进程报告 启师原谅 今天所提报告题目 老子曰 圣德容貌若鱼 看印祖的一生修持 太上感应篇会编 不张人短 不炫己常中 有一段经文 己知有常 如同两骨之财 身藏则善 浅漏则微也 人生必有所长 要在韬慧涵养 日心又心 然后可以成德 老子曰 圣德容貌若鱼 子思曰 黯然日张 圣讯昭然 人当自省 两骨就是很会做生意的商人 身藏则善 就是会把宝物 身藏起来 好像没有一样 比喻人有真财实学 不外露 用佛家的角度 他有非常深的禅定功夫 一般俗话讲 真人不露相 身藏则善 从哪里出来的呢 在史记老子 独其言在耳 老子跟孔子说 你所说的这个人 指老子 他的年纪跟身体 都已经老朽了 但是他的话 还是在我的耳边 大概是他们两位圣人 在对话一些圣贤的道理 孔子说 他恕而不做 信而好顾 他只不过 把以前圣贤讲过的道理 再说出来 跟佛陀一样 佛陀说 我没有任何一个字 给众生 我所说的 都是众生的信德 都是诸佛菩萨讲过的 老子又说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 不得其时则彭磊而行 君子得其时则驾 就是皇帝重用你 你就好好的发挥才能 跟随明君的坐居 报效取劳 不得其时则彭磊而行 彭是什么呢 就是古代马车上面的盖子 皇帝如果是昏君 他不重用你 那么不遭时 则自覆盖 相吸水而去 你缘不具足就离开 老子接着又跟孔子说 无闻之 两骨身藏若虚 君子胜得容貌若虞 如同两骨之财 身藏则善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很会做生意的人都很谦虚 如果不谦虚 到处招摇会引起人家的杀机 尤其现在社会治安事件 架在里面 问他 有多少钱 钱藏在哪里 两个小偷就用胶布 把他的嘴巴黏起来 双手反绑 这个名义代表 年纪也不大 四五十岁而已 被这两个小偷 吓得心脏病发 当场暴毙 死在他的别墅里面 这就是不懂得 两骨身藏若虚 你住那么豪华干什么呢 所有经过那个马路的人 都会看到你的房子 有必要那么招摇吗 不论台湾或者国外 都常发生这种情形 真正会做生意的人 他的行迹 他的行为 都会非常的低调 他的生活 都会非常的简单 真正有钱的人 他不坐宾室车 大陆叫奔驰 他做什么 他做普通国产车 他吃住均简朴 接下来 君子圣德 容貌若虞 君子德行好 他的外表 容貌 威宜 看起来 朴素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大致若虞 人不要太骄傲 至高气昂 不可一世 要学君子圣德容貌若虞 欲会奖金 名气欲大 要更谦卑 更谦虚 这是第二点 老子告诉孔子 怎么养德 怎样谦虚 怎么隐藏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德能 要大致若愈 第三个 老子又告诉孔子说 去子之交气与多余 太色与银质 世界无异于子之身 你要把那个骄傲之气 骄气去除 还有 你很多妄想 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多余 这个要把它拿掉 还有 你待人处事的态度 态色 还要去除 你过高的志向 银质 这些对你都没有帮助 这个银字怎么解释呢 就是贪心过度 当了科长 就想当局长 当了局长 想当部长 那个欲望非常的多 无穷无尽 就像淫欲一样 永远都不能够满足 这个叫银质 老子讲的这几点 都是世间人容易犯的毛病 骄傲 欲望太多 态度不好 傲慢 过高的志向 这四种是世人易犯的 老子也这样子劝孔子 第四个 老子说 无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 我说的这些 仅供你参考 我能够说的 也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孔子 离开老子以后 他就告诉他的弟子 孔子说 鸟无知其能飞 鱼无知其能游 兽无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网 游者可以为轮 飞者可以为增 至于龙 无不能知其成风云而上天 无今日见老子 其游龙也 孔子怎么赞叹老子呢 他说 鸟 我知道它能飞 鱼 我知道它能游 野兽 我知道它能走 鸟会飞 我可以用细生丝的短屎 把它射下来 鱼会游 我可以用吊钩 把它吊起来 野兽能走 我可以用补器 把它捉到 至于龙 我就没办法了 它要成风云而飞上天 我今天见老子 他是龙 人中之龙啊 孔子赞叹老子 跟我们讲的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道理是一样的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字引 无名为物 老子 他的道德学问 都非常的好 他不求文答 不喜欢出名 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 他在周朝住了很久 当一个类似 图书馆馆长的职务 他看到周朝的衰微 新生不如归去 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 经过寒谷关 寒谷关在哪里呢 寒谷关在陕州 桃林县西南十二里 守寒谷关的官令 引起就跟老子说 子将引以 抢为我著书 守寒谷关的这个官令 很有智慧 他跟老子说 你要隐居了 那隐居前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本书啊 于是老子 来写了道德经 上下两篇给引起 总共五千余字 莫知其所终 大家不知道 他骑那头青牛 最后去哪里了 老子就是我们 太上感应篇的 太上老君 道家的祖师 很感恩 他让我们能够学习 研讨感应篇汇编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老子也是一个菩萨 视线 刚提孔子 赞叹他是龙 以前静空老法师 在修学的时候 问理师公说 孔子 孟子 跟老子 这些如道的圣贤 是不是菩萨在来的 因为那时候 佛教还没有到中国来 佛教是在东汉明帝 永平十年传过来的 孔子 孟子 跟老子 生在周朝 那时候 中国没有佛教 但是周朝的史观 已经观天象 知道西方 有圣人诞生了 当时 李炳南 太老师 就跟 净空老法师说 你说 孔子 孟子 跟老子 是菩萨 理论上 说得通 但是 事项上 没证据 我们一般讲 韬光养晦 这个人如果太有名 我们叫他 闭关隐居 叫韬光养晦 韬灰就是他的光芒 要收敛了 像果青律师 他一生当中 闭关三次 每次闭关三年 所以老法师 非常称赞果青律师 在律学上的成就 闭关就是在官房或懒弱 他的才能行击 隐藏不漏 涵养就是修身养性 日心又心 他德行会进步的非常快 然后可以成德 可以成就他的德行品德 老子曰 圣德容貌弱于 君子他本身非常有德行 他容貌迁退 就像一个鱼鲁之人一样 子思就是孔吉 孔子的孙子 相传授业于曾子 曾经做过鲁木工的老师 以成根中庸思想 为他学说的核心 孟子发挥他的学说 形成思梦学派 后来子思被尊为庶圣 礼记中的中庸据传 是他所撰写的 再下来 暗然日章 是从礼记中庸里面出来的 故君子知道 暗然而日章 小人知道 敌然而日亡 暗然就是隐晦深远 不容易被人所发现 所看见 日章就是日渐张明 非常明显 越来越光 越来越亮 他说 君子的道 君子的智慧 虽然他暗藏着 但是他却能够日日张明 日日显发出来 小人的道 小人他有点小技巧 小聪明 小智慧 这是小人的道 虽然你容易发现 但是他却一天一天的在消亡 这个暗然日章表法 君子的德行 就是要这样 由暗藏而日渐显发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媒体网路发达 大家都想快速出名 尤其台湾在这方面更加明显 很容易借由媒体而爆红 但是下场都不行 很惨 一般叫德不配位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探讨德行要怎么形成 德要怎么养成 这是我们修学的目的 我们看莲池大师 我们看偶艺大师 我们看印光大师 我们看海贤老法师 净空老法师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一代的祖师 名师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墨学常常引用印光大师的开始 但是很多人可能对印光大师的一生不太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报告 印光大师的一生 墨学对印族非常的仰慕 也非常喜欢熏悉印光大师文超 我都在文超里面做笔记 做得密密麻麻 厚厚的一本现装书 现都被我翻断了 还送去印刷厂修补 墨学跟印光大师因缘很深 1988年在台北士林餐厅 一家素食馆用餐 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佛书 就是泛黄别人用过的印光大师文超精华录 后来在台北佛陶教育基金会带了一班二十多人 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超研讨班 师父上人在韩馆长往生后 首次回台弘法 承蒙师父历临研讨班开示 我记得师父当时辞世 印光大师文超一离很深 要体悟诸佛庙里 再来研讨印光大师文超 那就心开一解了 那么在这边我就介绍印祖一生的修持 为什么他老人家能够成就印光大师文超 这一部净土宗非常宝贵的经典呢 而且被尊为净宗第十三代祖师呢 在省区集军事所编的印光大师年谱里面提到 印光大师他是公元1861年到1940年 住世八十岁 法名盛亮别号常惭愧僧 俗姓赵陕西阁阳县人 他21岁在陕西中南山舞台莲花洞寺出家 从清光绪13年1887年起 在浙江普陀山法语寺藏金楼住了三十多年 你看他21岁出家 住世才80年而已 80年减掉21岁 那就剩下59年了 在普陀山当藏金阁的藏主三十多年 59再减30就剩下29 他真正的红法是29年左右 他没有领众也没有奖金 以书信往返教化众生 他在藏金阁就住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成就了他的德行 也可以讲说 印光大师在普陀山闭关三十多年 这是闭关最久的 他在那边做什么呢 岳葬念佛 专制前修 养德业 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民国初年 上海的高鹤年居士 徐卫如居士 先后到普陀山会晤印光大师 跟他请法以后 将他的开始 在上海的佛学从报发表 因为印光大师闭关 而且他的香音比较重 所以他都用书信答复居士的请法 徐卫如居士就把印光大师 答复居士的信 陆续在佛学从报发表 大家才惊讶又敬佩 有这么好的一位别号 常惭愧僧的和尚 徐卫如居士搜集 印光法师的信函文稿数十篇 出版了印光法师文超 印光法师信稿 这就是现在所读 印光大师文超的由来 我们很感谢高鹤年居士 徐卫如居士这几位大菩萨 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心整理 我们看不到今天的印光大师文超 无量寿经科著第四回学习班 治疗法师的学习报告 引用印光大师文超 老和尚都非常的赞叹 我相信治疗法师跟印光大师 应该也有法源 说不定是他那个年代的大居士 或是大菩萨成愿再来的 印光大师不仅佛理深邃 而且他的儒家基础非常的好 浅词用具非常的典雅 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文章为人们争相传颂 仰慕大师高行的善男信女 越来越多 印光大师他一生的德行 我们形容不尽 只能摘录几个重点来赞叹学习 第一个他不攀缘 1918年印族在上海 较印净土宗的书籍近百种 达十万册 老法师说 红画社所印了凡四讯 文昌帝君英志文 感应篇也有几百万册 印光大师常讲一个开示 寄出去的书一万本中 能有一个人认真的看 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 印那么多经书干什么呢 像现在法宝真的是太多了 包括台湾的各晋宗学会 您要寄经书给他 他说我们已经装不下了 这是事实 现在不是没有法宝 不是没有经书 是大家不重视法 不愿意深入经藏 不重视教学 有经没人讲 法是这样灭掉的 老和尚讲说 讲经的人越来越少 修福的人越来越多 佛法无人说 虽止不能解 老法师说 好老师很难找 好学生更难找 老师找学生 学生找老师 所以老法师才开这个 无量寿经学习班 无量寿经学习班 在国内全世界 非常的受到欢迎 大家非常喜欢看 为什么 犹如佛陀在说法一样 这些写报告的居士大德 好像当机众在请法 骑请老法师开示 就像佛陀那个时代的 虚菩提摄利福 骑请开示一样 所以大家要珍惜姻缘 印光大师最让我们赞叹的是什么 当时他的座下 归弟子不下十几万人 但是他一生不认寺庙的住持 不收剔度的徒弟 不募捐化缘 不传戒 最特别的是 他没有对外讲经 为什么不讲经呢 因为他的乡音很重 专一念佛 除了打佛妻以外 他盖不应酬一切佛事 也就是现在讲的社交活动 他不做这些应酬 第二点 应阻他修苦行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现在人生活越来越富裕 什么都方便 印光大师 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 连结 他习福 习劳 过苦行生的生活 他自己住的房子 自己打扫 不要弟子打扫 莫学校法印族 住讲堂 如果在楼上用工 师姐或者居士 想帮我打扫 我会说 我自己来就好 你不要帮我做 我就是受印光大师的影响 他穿的衣服 自己洗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洗衣机 但是他这是苦行的生活 假设印光大师 升到现在这个人间来 他可能也不买洗衣机 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 他一直到八十岁临终 还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他住在上海太平寺的期间 有一天 观炯之居士去拜访他 楼上楼下找遍了 最后在天井旁边找到他 他正在天井旁边洗衣服 有一次 观居士在山中 某一个佛寺打佛妻 请印族去开示 观居士叫轿子去接的时候 印族已经走到半路了 他坚决不肯坐轿子 一日不坐 一日不食 他这个精神跟海贤老法师像不像 海贤老法师都是柴自己披 衣服自己缝 菜自己重 就是这个精神 海贤老法师也是这样成就的 在苏州报国寺的时候 贞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寺看看 也准备了轿子 印族坚决不肯坐 从上山到下山 他都主张不行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如果有人请我们去讲课 我们就自己开车去 不要求 你一定要开宾室车来接我 开大车来接我 不行 我们要学印族简朴连结 他每天早上吃白粥一大碗 没有菜 只吃稀饭 印族在开示里面讲 他刚到普陀山的时候 早餐都有咸菜 因为他从北方来 吃不习惯 所以改为吃白粥 一吃吃了三十年 早粥都不吃菜 就只吃一碗白粥 你看你有没有办法 这就是印族的定工 这就是他的德行 印族一直吃到碗干净 加开水下去转一圈再喝下去 中午吃一大碗 大众菜一碗 如果看到有人碗内还剩下饭里没有吃掉 他一定会呵斥说 如有多大福气 竟如此糟蹋 他说 你有多大福报 可以这样糟蹋众生供养的斋饭 所以我们如果到佛寺去用斋 一定要记得 不要只吃到一半就丢掉 那就是损服 你要知道佛寺里面的斋饭 都是十方供养 你不能糟蹋 五官堂里面提的信尸难消 你怎么消瘦得了 第三个 他不搞派头 印光法师反对个人迷信崇拜 有远方的归弟子想到苏州灵言三四见他一面 大师总是再三小遇 只要认真阅读文超 遵照文超去实行 见不见面都一样 不要浪费旅费跟时间 第四点 绝不祝寿 这一点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很多人会犯这个毛病 我很认同印祖这样的作风 1939年到1940年 佛教界归弟子计划为印祖庆贺八十大寿 大师知道以后坚决反对 他说 光一生不与流俗同祈祷 什么八十不八十 有位光炎祝寿者 光不但不领情 且深恶痛绝 以为大辱 其恶以此视为光炎 若对光炎祝寿者 视视光为流俗以 然后他又说 有些人为阳明而伴寿 有些人为敛财而伴寿 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 有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我曾经跟一位居士讲说 我不太赞成佛门里面伴助寿 你猜那居士跟我怎么讲 这没有关系 无妨啦 世间的习俗 你看印祖大师怎么开始 没有读文抄 你就不知道 印光大师说 我宁寿斩头之行 不愿闻助寿之名 大师晚年修持的功夫更加深了 对事情洞察更为透彻 所以他的观点鲜明 态度坚决 言辞犀利 简明恶药 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五个 印光大师重视英国 1940年民国29年 农历11月4日 印光大师原籍在灵延山寺 享年80岁 他涂皮的时候 火化很多涉利子出来 他的遗嘱交代真达和尚 妙真法师 如要维持道场 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今知事乱日即 民不聊生 皆由不讲因果报应 及家庭教育所致也 那个时候可能是战乱 民不聊生 现在没有战乱 但是现在大家烦恼越来越重 都是因为不讲因果报应 家庭教育所造成 印光大师还说 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 因果报应为治心之法 印光大师认为 如来一代所说 一切大小惩罚 接障自理 故难 为此一法 念佛法门 全障阿弥陀佛慈悲 誓愿射受之力 给予人信愿 诚恳意念之力 故得感应道交 即生了扮演 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 其请师父上人教诲 若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黄柏林爵士的报告 那么他将印章一生 最重要的开始 揭露在此地 简单明了 告诉我们 确确实实 战后 这也加持 中国人将也加持 二次战战之后 这六十多年来 虽然没有战争 但是社会的动乱 地球的灾变 远远超过 二战的时候 这什么原因 老人说得很清楚 不讲 家庭教育了 不讲英国教育了 把家庭教育贴上封建的表现 把英国教育贴上迷信 导致今天的居民 今天居民它不终止 它还在继续发展 我这一次 访问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 时间虽然不长 我在马来西亚住六天 在新加坡住九天 马来西亚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在机场迎接我 告诉我 十年前 跟我见过一次面 在马六家 我都忘记了 非常惭愧 年岁也大了 十年前的人心 比现在好多了 现在人心跟那个时候比 也无法想象 真的 我告诉他 我说我也是跟你有同感 但是问题是 往后怎么办 现在不是十年十年 差距是 而是每年都不一样了 十年之后的社会 是什么样子 不敢想 这才叫真可怕 我们全心全意 在提倡 能力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要不他怎样落实在家庭 落实在学校 落实在社会 这才有救我 那么现在人都要看榜样 没有样子 榜样 他不相信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新加坡 早年 1999年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新加坡 九个宗教团结起来 像兄弟姐妹一样 这一次我就参加 他们给我举了一个晚会 正好呢 碰到他们 这个联谊会成立 就宗教联谊会成立 66周年 邀请我到他们的会所 我进去一看 会所就一间房子 就是一个房子 每一个宗教 都有很大的教堂 寺院 而这个 66年的宗教联谊会 居然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会所 我看到很难过 我感受很深 最近 最近 我帮助 澳洲图文巴的 宗教 他们的宗教 十几个宗教 也团结起来了 我帮他们建立一个会所 让他们常常有机会聚会 每一个宗教 设一个办公室 希望这个会所的时候 会所有讲堂 希望每天都有人讲经 十几个宗教轮流讲 联谊要能发挥力量 给其他地区做个好榜样 这个方法好 让宗教与宗教之间 像兄弟一样 像同学一样 常常在一块聚会 我要求大家 每个宗教的经典 大家把它编一个 360 将经典里面最重要的金句 我们都应该要落实的 应该要学学习的 借成一个小本子 我们学自己的宗教 也学别人宗教 这个样子 宗教与宗教之间的 矛盾就可以化解 宗教团结 带动社会 带动社会的安定 带动世界的货席 肯定会能做得到 所以我们热爱宗教 要热爱所有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平等对待 我会尽心建立帮助他们 我希望新加坡的宗教典议会 将来有一个大会堂 为马来半岛做一个好朋友 第一篇 黄巨师这篇报告 非常感应 感谢观看